2011年 女性 今天呢 给大家讲一个词啊 来源于夕阳 夕阳 对啊 动力 动力是什么 是什么 动力即力量的来源 那我现在问大家啊 你们说咱们这些个平板船的动力 是什么呢 翻 翻 这些平板船的动力啊 就是每天拉在肩上的那根欠绳 这就是动力 哥 你怎么来了 行行 大家伙散了吧 我今天有贵客来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快坐 快坐 走走走 你呀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吧 有什么事 你说这个妹儿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呢 为什么呀 她说呀 她觉得你们最近感情出了点问题 她想找回过去 也想帮帮你 她说我的船航有问题很虚 有毛病的是你的公司 我的公司怎么了 你的公司非常危险 她要帮助我 要提醒我 其实我也有同感 有些话 我不愿意跟你说 也不能跟长舵的说 说了不好 那王氏公司我了解了 他们就是因为缺少货源 所以才 行了 兄弟 你打住我 我这件事情谁都没说 爹我都没告诉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请了一位高人 正是因为这个高人的指点 我现在才弄了这么大的动静 什么高人 这个高人哪 是我花重金 从这个武汉的船员公司请来的 他熟悉船务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这个手里呀 有一些非常宝贵的业务资源 有资源 军需知道吗 军需 怪不得 我其实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啊 我就是希望老爷子知道 我莫元清可以办船行 可以挣钱 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能理解 所以说这件事情 一定必须 保密 这都不是好事 这为什么要保密啊 我爹他这个人呢 他不相信我 他看不上我 这你都明白 他每天看着我 恨蝶不成刚 他多难受啊 对吧 办这个船行呢 一直以来 是我们家老爷子的夙愿 我呢 就是想帮他完成这个夙愿 我认为这就是笑头 行了 哥 你这么说呀我就全明白了 你都是为了孝导才这么做呢 放心 你跟我说的所有的这些 到我这儿打住 我一定替你保密 我还有一件事情 要请你帮忙 什么事你说 你要把妹儿给清回来 这个妹儿的性子呀 她简单 她一根筋你知道吗 如果说她现在知道了这些事 跟我爹一说 那我所有的这些设想 我所有的这些努力 就白动了 其实我知道啊 这段时间啊 妹儿来到你的船行 你们俩在一起 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 是吧 你们这个关系特别默契 你肯定有办法 行 那我试试 来 妹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等你呢 我就知道你早晨就来这儿 等半天了都 那我找你有事 来 走走走走 昨天晚上袁青找我去了 把这前前后后的事 跟我说了一遍 咱们误会她 袁青是给军方运棉纱 那她为啥不告诉我 她也没告诉我呀 你耳根子太软了 我听说你们俩吵架了 她怎么说的 她说你现在 不适合回她的公司 她不接受了 我跟她死磕了 这又是何必呢 咱们一开始不就是担心 袁青这货源 到底有什么东西吗 现在搞清楚了 这给军方运东西 都得保密的 知道人越爽越好 所以这事你最好别残疑 真的假的呀 要不咱们走一步看看 那我现在怎么办呀 回咱那小船行 还当你的大内总管呀 我那一堆账等着你算他了 走啊 快快快快 回去还给我算账呢 哈 那啦 开船喽 慢点 pen 小小姐 喝点汤吧 小小姐 这怎么了 这什么汤啊 油那么大 不喝了 不喝了 端下去啊 是 怎么了 随着你了 你看 你看 重庆沙平坝的麻辣牛肉 你最爱吃了 袁青 我有话要跟你说 说呗 这么严肃 您爱我吗 不爱 我当然爱你了 你看你 我不爱你 我这每天忙里忙外都干吗呢 我这不是为了让你活得更好吗 那我现在是不是你的人 你说呢 这是怎么了 哪儿 我有了 有什么 也是你的人 你 有了 我的 当然了 当然了 我这辈子只跟你一个男人 有过这种事 不是你的是谁 当然当然 是我的 这孩子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你娶了我不就行了吗 我当然是要娶你的 咱俩娶你 这是早晚的事 可是这件事得 你不是说过了吗 要一辈子跟我在一起的 我当然是要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了 对吧 但是 但是这种事情 我总得跟我爹商量一下吧 你说要跟我一辈子在一起 却又不娶我 你拿我当什么 静女啊 你看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为了我们俩之间的骨肉 我要求成亲这不为过吧 可是你要知道 这突然有了这么一个孩子 你总得容我一点时间 跟我爹说一事吧 你要是跟你爹说了 这事就不可能了 为什么呀 咱们俩们不当户不对的 我又是个唱戏的 你爹要是不同意 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娶我了 当然不是了 但是 我现在脑子有点乱 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 必须要得到我爹的收肯 原青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先别着急好吗 这孩子 是咱们俩的亲骨肉 也是我爹的亲孙子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去 站住 原青 我现在无依无靠的 我就指望你了 要么 当我的恩人 要么 就是我的仇人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是你的仇人 他还孕了 他不用说肯定是你的孩子呀 怎么办 送走啊 好 我在想啊 你说这夏小倩呢 太不容易 现在又怀上了你的孩子 你说老长多得会不会看在他肚里孩子的份上 就同意了呢 我说你的胆子也真是太大了 如果说刨哥会跟张将军打起来 怎么办呢 这个责任你担当得了吗 那是那是 可是你说事已至此这 嗯 现在呀 上上之策 就是把他肝群送走 把夏小倩打着肚子送到张将军那里 孩子打掉 怎么他呀 找个郎中 开一副药 好 那我现在就去 项目张 项目张 这别叫了别叫 听见了啊 总共是二十三块大洋 三十二个铜板 一分不少啊 我告诉你一个喜讯 所有的喜讯必须要跟夏姑娘有关 跟她没关系的 都不算喜讯 船航这半年的收入 逃去人工工资 一共是一百六十八块大洋 这算什么喜讯呀 投资全都收回来了 以后的每一分收入都是净赚 我还是没听出来 这跟夏姑娘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你用半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一年的事情 投资全部收回来了 你就可以去跟莫掌舵提出来 提前迎娶夏姑娘啊 提前迎娶夏姑娘啊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给 谢了 赶純利 一百八十大洋 这 我们两家所投入的全部的本钱 和后来补齐的钱 全在这儿 以后所干的 就都是利润了 这太好了 不成 我真是没看走眼啊 这一年 这一年让你完成的事 你半年就完成了 那您是不是 得有点奖赏 好 奖赏你 你说 让我赏你什么 按照合同约定 我一年之内 如期收回本钱 我就能迎娶夏姑娘对吧 你小子着急了 还没到一年呢 可是现在这钱我可都收回来了 看来你是想早一天 迎娶夏姑娘啊 赶紧吧 急死我了 我考虑考虑 还容了几天 另外 你娶夏姑娘这是大事 我要跟你父亲谈一谈 那您快点考虑 您要是想见我爹的话 就跟我说 我随时把他叫来 好 那我走了 来 这小子太能干了 来 文青 这是什么 这是一剂汤药 早晚各服一次 什么汤药 保胎药 保胎药 我呀 去找我爹商量咱们俩的婚事 可是我爹觉着吧 咱俩不合适 可是我发现 他对你肚子里的孩子 特别喜欢 我怕你心浮气躁 孩子有个闪失 咱俩这辈子就没希望了 所以呢 二大爷呀 找了一个老郎中 弄了这么一副保胎药 来 喝了吧 这孩子现在吧 是咱们唯一的希望 我喝了 这别的我还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 这下个月 您这二十块打烊 还能不能拿出来 这下不是你操心的事 把心放肚子里 我还真的干的是运输 只不过这个货源和航线 我需要保密 我明白了 我这儿只要见着钱 少爷您放心 这报表啊 一准妥妥贴贴的 二等家的 那 钱吧 小事 是是是 诸位请 莫长舵 莫长舵 请回 好啊 莫长舵 请留步 留步留步 诸位长老 恕不远送了 不早词 长舵子 不争啊 有什么事啊 我在这儿都等您半天了 那是有急事啊 说 还是那事啊 什么事啊 瞎姑娘 你看看我 贤侄啊 真是抱歉 这几天事情太多了 忙得我焦头蓝隔 晕头转香的 把你这事给忽略了 这样 你先回去忙你的 我现在就考虑考虑这件事怎么办 有了消息 我告诉你 那您尽快啊 你忙去吧 您一定尽快 我这都白爪挠心了我 你放心吧 小花痴 放心 这么说 这个月底 我们张将军就可以迎娶夏姑娘了 但是这之前我还有一个条件 我说莫公子 张将军对你可是不薄啊 该给的生意 该办的事 一样没落下 你现在还替什么条件 人还在我手里呢 莫公子 跟你说句实话 这可不是你的筹码 而是你的祸害 万一那天张将军 一弄派他的手枪班 到你府上去提人 那个时候 恐怕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 马塞尔 在 老爷 你去 把管家和公子叫来 是 我爹找我什么事啊 不太清楚 好像是相不争要提前娶夏小千 这个叫使官 话说回来 他提这个要求也是情理之中 啊 张将军现在催得这么急 夏小姐的身子还不知什么情况 得赶紧想个办法定一定 拿什么定啊 什么 你让夏姑娘回乡探亲去了 夏姑娘回家探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是 我已经派了专人跟着她 您放心吧 夏姑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跟相机父子交代 政府已经明文规定 禁止奴婢的买卖 所以说如果夏姑娘把咱们告到官府 咱们是要吃官司的 你胡说八道 我说的都是实话 打住吧 咱别说这事了 这相不争用半年的时间 完成了一年的任务 给我挣回来一百八十大洋 这两家的投资都赚回来了 再接着干那就是纯利润的 所以我必须要兑现我的承诺 让她迎娶夏姑娘 我觉得您兑现承诺没有错 可是您别忘了咱们是有合约的 合约的期限是一年 不管一年还是半年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激励相不争 把这船航办好了给我挣大钱 现在人家把钱给我挣来了 我没有理由拒绝它呀 老爷 我觉得这事啊完全可以从长计议 这合同它本身就是一个买卖嘛 那除了买卖还有人情呢 我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得罪了相不争 相不争这小子能干 早晚能干出一番事业 这件事情啊 咱们不必拘泥一年 当然也不能答应马上就把人给他 咱们就说 这件事情完全可以从长计议 以保全咱们两家的面子 保全合约的公正性 老爷 你看 看什么我看 现在这夏小姐都回乡探亲去了 我能怎么办呢 这事真丑死我了 今天妹儿回来吧 一会儿你让她来见我 我先给相不争带几句话 先把她稳住再说 是 清早起来什么静儿照 梳一个由头什么花香 脸上擦的是桃花粉 口点的 小姐 这是怎么了 叫原青 叫 叫医生 来人哪 快 快 怎么了 快去交代 快 少爷 快 好 小姐 我们先进去好不好 来 好 这边请 少爷 是 别ogal 一 olhar 你 Rach 掌声 没了 不疼不疼 莫掌舵让我给你带画来了 他说什么 掌舵说了可以不拘泥一年 但是如果半年就兑现 一是破坏了协议 二是难以服众 硬要你撑到一年呢 你也辛苦 到底什么意思呀这 他的意思是 让你再等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就帮你操办此事 再等三个月 行吧 这样比原来一年 也算是少等了三个月 明天见到掌舵的 替我谢谢他 等等 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 你还是不高兴呢 掌舵能这么说 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我没什么不高兴的 只不过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夏小倩出事 莫少爷 你别说啊 你这药还真是挺灵的 不提了 作孽啊 你觉得他现在的情况 几天能够下跌啊 哥哥两三天就没事了 这件事情 谁都不能知道 明白 去吧 去吧 你没事吧 原浅 我们的孩子没保住 我知道 你人没事就好 你拿来的药 一定有问题 我之前都是好好的 就是那个药 害了我们的孩子 我跟你想的一样 这件事情太蹊跷了 你说本来没吃药 咱们的孩子好好的 可是一吃药 孩子没了 会是谁 谁能这么干 我知道是谁了 他不但要了咱们孩子的性命 他还想要你的命 你想啊 这个药 是二大爷找的狼虫抓的 对吧 二大爷 是我爹的亲戚 你爹 你爹 你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他不愿意他的亲生儿子 找一个戏子做老婆 原浅 你带我走吧 去哪儿都可以 过什么样的日子都可以 只要你能陪着我 再哭再累的日子 我都不后悔 带我走吧 你看看你看看 你说的都是傻话 说的都是傻话 你知道吗 你怎么能过得了那种 挨饿受冬 天天到晚 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我可以 我可以 我真的可以 你不可以的 我也不愿意 让你过这样的生活 你想想看 你从小都是锦衣玉食 对吧 从小都是娇生惯养 对吧 如果你真的过那样 寒酸的日子 你每天双手劳作 长满了剪子 满脸都是皱纹 不要 如果这是你要的话 我便愿意死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你要活 你要比以前活得更好 活 活 怎么活呀 你听我说啊 我莫言勤无能 没能保住咱们的孩子 我也不能给你一个终生的依靠 我虽然斗不过我爹 但是有人斗不斗过他 谁 张将军 你还记得张将军吗 他对你仰慕已久 你如果说有这么一个靠山的话 谁都懂不了你 我 我不要 我不要张将军 我不要 我 我就只要你 只要你陪着我 只要你 你听我说 你别着急 你听我说 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你知道吗 小芊 你听清楚了 如果咱们俩在一起的话 都会死 我必须要帮你安读好 必须要让你有一个好的归宿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放开手来跟我爹斗 为咱们的孩子 套回一个公道 也不然 别人 你 Muy meg 你爹 可以 可以 你可以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夏姑娘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已经专门找人到她家里去请她了 爹 我要提醒您 现在是训妻 如果逼着她回来的话 不安全 这 这 这怎么搞的 这一事 这件事情怪我 是我办事不力 您骂我吧 我也不骂你 有件事我正想问你呢 你那个船航的报表我看了 这个月的利润怎么锐减了 这不也是因为训妻吗 那 现在啊 我有很多船都发不出去啊 没有办法 我向您保证 训妻一过 所有的损失都会补过来 我现在手里的单 那是满满的 训妻又是训妻 但愿如此吧 但是有一点啊 袁青你要搞清楚 咱们末将 有一半的财产控制在你的手里 你要是搞不好 我怎么收拾你 你应该明白吧 明白 行了 你下去了 来呀 给我备降 我要到码头上去看看 是老爷 是 莫管家 好好好 我爹急了 夏小倩的事必须马上办 这夏小姐她刚小产 咱们也得休养两日再送到张将军府上吧 你现在有一颗菩萨心肠啊 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办 职责生辩 是啊 现在人人自危 谁还顾得上谁啊 梁副官 请 小倩 这位是张将军的亲信梁副官 今天来下聘礼 你 夏小姐 后天可就是黄到吉日了 我们准备把夏小姐接过去 大扮西施 从今天起 您就是我们张将军的五一太了 五一太 我是老五啊 一个将军 收容这么多女人 还有力气打仗吗 夏小姐有所不知 我们张将军 可是体壮如牛 只要哪个人 能进我们将军的法眼 我看十一太也没问题 莫元清 我有话要说 那好吧 莫公子 你们 先聊着 我先走了 慢走 不送 这才几天的功夫啊 张将军就上门提亲了 张将军就上门提亲了 我是想吧 让你操控他安全 原青 我后天就要嫁人了 在这之前 我一直有个心结 怎么也解不开 你说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替你办 我想最后见相不争一面 相不争 为什么 你别想太多了 她现在在我心里面 一点情意都没有了 但是我就是觉得 她救过我 许诺过我 如果不是她的言而无形 我不会落到现在这般天地 我现在立刻通知人去找她 来不来是她的事 她必须要来 你可以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告诉她 也可以把我嫁人的事情告诉她 我好跟她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好 我知道了 可是我也不能保证 她在这几天之内一定能过来 我尽力吧 如果后天之前 她不能赶过来见我一面的话 我哪儿也不去 谁都不嫁 你这又是何必呢 任青 我不是跟你耍性子 我是认真的 小倩啊 小倩啊 夏小倩 夏姑娘 你这是何必呢 你为什么每次非要这样 什么事情都弄得清清楚楚 你不能糊涂一点吗 我真的弄不明白 你乖乖地驾到张将军的府上 皆大欢喜不是挺好的吗 皆大欢喜 我就是想找向不征 我想问问她 你想问什么 你想问向不征是不是她爱你 我可以告诉你 她爱你 她对你一片痴心 一直都是这样 可是你说她跟妹儿在一起 那是骗你的 那宝太要呢 你说你爹要杀我 我爹根本就不知道咱们俩的事 你说你爱我 你说你为了我 可以赴汤当祸 在所不次 你说你为了我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可是你现在是怎么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预谋好的 你让我嫁给张将军 我告诉你 你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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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个疯子 我要杀了你 为什么 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你是向不征的女人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非常地满意 我想如果向不征看到你 现在的这个样子 一定非常地心疼 说真话 我非常地喜欢向不征 因为向不征是一个 善良正直的人 非常地阳光 而且他非常地有才能 而且 他总是能碰到一些好运气 我真的很喜欢他 因为我特别地喜欢他 所以我就更讨厌他 他讨厌 相不征啊 相不征啊 我觉得 他太顺了 我觉得他这一生当中 缺少一点 缺憾 而这个缺憾就是你 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你干嘛叫不是人 你说得对我不是人 可是我要告诉你 你是人你是一个好人 而且你是一个好的女人 只是被我糟蹋了 还牵累了一个无辜的孩子 你自己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劝你不要去见向不征 因为你见到向不征之后 你会很难看 某言情 你杀了我吧 你现在就杀了我吧 否则 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我没杀过你吗 去捡你的那批土匪就是我派去的 我跟土匪是一伙的 你不是刨哥会的 刨哥会的那位呀 昨晚已经被我们扔到江里喂鱼了 因为我以为我的老子会娶你 然后生一个小崽子 和我争夺这个江湖龙头的地位 可是我误会了 所以你逃过了一劫 因为这件事情 当事的土匪 和我爹最亲信的八爷 全部为我杀掉了 八个人八个人杀得干干净净 八条命 就是因为你 八爷快走 八爷快走 五羊 六羊 六羊 九羊 八 caval 九羊 九羊 八叶 我一定要 让你死在我前面 再凶再陷的她 我都不怕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淡淡 美的心好似浪花 只有你能碰碎她 我是你怀里一缕头发 花蓝的江水流啊流啊 那就是我们俩耍悄悄话 美的心涌极浪花 只有你能听懂她 你是我手里也把笑 高高山上有一束花 快点走过来吧 等你累了才开 你就装满我又多多爱 我和哥哥你的爱 就是肩膀学我碎 也不让开 也不让开 啊 哦 绝不分开 不分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